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这些奇迹在他的身上是怎样产生的呢 今天小关就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刘松涵总结出来的自己战胜癌症的经验 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 还请大家能点点订阅和小铃铛 您的支持对小关非常重要 谢谢大家 第一条 意志坚强 刘松涵介绍了一个典型的案例 他有一个老同事老战友 身体一向很好 四川人 在他43岁那年的一个夏天到东湖游泳 看见一群孩子在比赛 他就悄悄跟随 游泳比赛他赢了 第二天上班 肝部隐隐作疼 他自己去了医院检查 当医生看了检查报告说是肝癌 又问病人来了没有 因为他当时实在不像个肝癌病人 他回答 我就是 医生愕然 因为在那个时代 癌症就是死刑判决书 一般医生只会将结果告知家属 而不会直接告诉病人 他被这晴天霹雳惊呆了 当天回去后 他就已经吃不下饭了 他知道 肝癌是癌中之王 诊断书就是死亡通知书 他的精神崩溃了 病情随之急剧恶化 一个月后于是长辞 按照他的体质 他是有本钱和癌症一搏的 可是他却被吓死了 北京肿瘤医院的院长在讲座中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 癌症病人 有三分之一是治的好的 有三分之一是治不好的 还有三分之一是吓死的 刘松寒在借鉴了前人的惨痛教训后 在得知自己患癌以后 首先做的就是调整心态 他说 无数革命先烈占有为了理想信念前赴后继 光荣牺牲 他们一天都没有享受到今天的幸福生活 而我想受到了 就是病死了 我也知道 但是我不能等死 我要争取活下去 活得更有意义 正是这种积极的人生观让他做出了奋起抗争 绝不消极等死的选择 他积极地配合医生 努力寻医问药 常年兼职锻炼 保持乐观心态 就这样 他一次次地闯过了鬼门关 一次次地降服了癌魔 人们在感叹之余 无不佩服刘松寒老人的坚强意志与豁达的人生态度 他经常说 癌细胞是个坏东西 到处害人 虽然和他打上了交道 和他斗一斗 也是人生一大快事 2006年 老人的女儿患肺癌 他强忍住悲痛 四处求医问药 虽然医生及亲人们都使出浑身解数 仍旧未能挽回他爱女的生命 接着 小儿子也因病去世 接连丧失两个孩子 对一个有病的老妈妈来说的确是致命的打击 他在天灾人祸面前 刘松寒老人选择了坚强 他说 我不能到 作为一家之长 我是子女的榜样 我是这个家的精神支柱 我不能到 在一连串的灾难面前 他们又垮掉 抹掉眼泪 依旧乐乐呵呵地生活在家人的面前 第二条 科学治疗 在刘松寒被检查出乳腺癌 术后半年 又因子宫大出血而做了子宫籍 复健全切术 而在后又被检查出癌细胞转移至右下肺 由于病史长 病情复杂 当时的检测手段叫现在落后 不好确诊 治疗方案难统一 刘松寒便主动要求开胸检查 把病情查清 他坦然地对医生说 开胸以后如果能把肿瘤切掉 如无法切除再关起来 我也不后悔 他又说 如果怕万一在手术中出问题 家属长你们麻烦 我就写个遗嘱 说明是我自愿请你们做研究型开胸探查的 有什么问题责任自负 与医院无关 此方案虽有冒险性 但能把病情查清 即便是我不能得救 也可以为你们积累临床经验 造福于后来人 在手术中 他被切除了右下肺及一根肋骨 术后三个月 又发现纵隔肺门有转移淋巴结 命运又一次把严峻的考验白在了这位癌发三度 五次手术 身体十分虚弱的老人面前 这时人们都在猜测 他还能像前几次那样坦然面对吗 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 子女无微不至的护理和照顾 亲友们的关心 医务工作者和有关专家精心的治疗 更增强了他与癌症斗争的信心和勇气 他从心底发出了生命重新活 一切从头月的呐喊 经过半年的综合治疗 不但纵隔肺门淋巴结消失 而且体质也得到了较好的恢复 他再一次降服了癌膜 第三次闯过了生死观 刘松涵用与癌膜斗争四十多年 还教健康活制的事实证明 癌症是可以战胜的 癌症不等于死亡 第三条 坚持锻炼 作为一个癌症病人 刘松涵老人在经历了长期痛苦的抗癌治疗过程之后 其药物和手术对身体的摧残是不言而喻的 体质虚弱者可能还没有熬到康复的那一天就撒手人还了 而高龄的刘松涵老人不仅彻底康复了 还活过了正常人的平均寿命 他说秘密就是坚持锻炼 增强体质 以下两点便是刘老长期坚持的运动 一 练气功 在与癌症搏斗的几十年里 锻炼身体也伴随了刘老每时每刻 因为年纪大了 做不了大运动 他就学习了几种气功 目的只有一个 增强体质 二 坚持家务劳动 刘松涵还不到六十岁时 他的老伴因突发心梗离世 儿女均已成家 长期以来他都是独居 买菜 做饭 洗衣 做卫生 都是自己一个人完成 生活都能自理 一直到八十九岁 不少人都对此很是羡慕 平时家里有亲戚朋友拜访 他从不让小辈们帮忙 他说他这是强迫锻炼 每天忙忙碌碌 时间塞得满满的 身体锻炼了 精神也就充实了 还说他身体这么好 得益于坚持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活动活动 活着就要动 近几年 他年纪大了 也感觉上下楼吃力 但他从不因此放弃运动 他抓着楼梯扶手 接扶手的力量 一步步拉着自己上楼 不仅锻炼了身体 还锻炼了臂力 第四条 苛刻的饮食 常年与并母博弈的生活中 他的饮食与平常人不一样 对于他的饮食总结如下 一 少油少盐 刘松涵一年吃不到一壶五公斤的油 他一个人生活 平均每个月六至七两 少油 是他坚持的第一条 其次是少盐 他无论是一锅绘还是一锅蒸 盐都放得很少 甚至不放盐 稍放点生抽 他酷爱吃杂粮 这和他是东北人 从小吃杂粮长大不无关系 因此他的厨房桌上还放着一排瓶子 装有燕麦 伊米 红米 黑米 小麦仁 玉米渣 绿豆 红豆 百合 莲子 巧麦米等等 做饭前一样抓一点先泡上几个小时 然后用小火慢慢熬 再放入胡萝卜块 红薯块 还有青菜 常吃的有包菜 紫包菜 大白菜 小白菜 紫菜 西兰花 菠菜 茄子 胡萝卜 山药 笔奇等 每次熬粥都配有多种蔬菜 粥里只放很少的盐 算是有一丁点咸味 二 尽量不吃冒烟的食物 柳松寒做菜一般以蒸煮为主 尽量不吃冒烟的 就没见他吃油炸的食物 就是偶尔炒菜 油也不能冒烟 基本是蒸菜或者过水菜 人煮食一起 或者是超过水后两半 例如素拌食锦 他把木耳 银耳摆和洗净 泡发并将木耳 银耳切碎 放进开水焯熟 再将彩椒 胡萝卜 紫包菜 芹菜等 放入开水中过过去出 用少许生抽 醋 蒜泥 小葱 香油两半即可 他做的菜即健康 味道也不错 每天吃的种类也是 符合营养专家的要求 刘松寒已经93岁高龄 还龄44年 身体状况是耳不聋 牙没掉 头发基本没白 睡力架好 在采光条件好的环境中 不带老花镜可以看书 看报 看杂志 多年来 年年体检未发现问题 血压 血脂 血糖都不高 心脏基本没有问题 就是一个健康的老人 这一切都与他对自己身体的 综合护理密不可分 与癌症斗争的实践 是刘松寒深刻体会到了 与癌症做斗争 不能故军奋战 病友间的互相关心 互相鼓励 互相帮助 共同奋斗非常重要 他在总结自己 与癌症斗争的体会中写道 在生死又关的时刻 曾得到过战胜癌症 病友的鼓励和帮助 当战胜癌症后 又去帮助其他病友 而被他帮助过的病友 取得胜利 又使我振奋精神 更坚定了必胜的信心 他认为 一个生存时间长 生存质量较高的癌症康复者 本身就会给人以希望 信心和力量 有不少病友 在这些故事的鼓舞下 增强了与癌症进行斗争的信心 好了 关于刘松寒的抗癌经验 小关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如果你刚好也在 与癌症做斗争 不妨记见一下刘老的金德 希望大家都能摆脱 对癌症的恐惧 活得健康长寿 如果您对今天的内容 也有着自己的看法与建议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 留言分享给大家 喜欢小关 别忘了点击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